玩具TV第十九季第五集第三節 其實本身的Banner已經遮蓋了主角 所以先收拾 看到David的桌上有一疊類似Note 誰不知可以讓大家看看這疊是甚麼 這次要介紹的就是Nanoblock 我們是第一次玩這東西 我們未來會不斷介紹 因為我們有很多不同的產品可以玩 坦白說我連LEGO也沒有怎樣組裝 一開始組裝Nanoblock 雖然眼睛有一點 感覺挺過癮 我坦白說我自己不喜歡組裝模型 我只是喜歡享受完成品的感覺 所以我組裝上色弄得很漂亮 我的過程是不享受的 我只是享受完成那一刻 不過這個Nanoblock 組裝的時候我也不感覺到煩厭 雖然其實本身的步驟都是重複得很緊要 但是簡單舒服 我連老婆都可以享受這個樂趣 他們證明都真的不錯 我們首先看看兩兄妹 就是泥豆子和炭治郎 由於這個Nanoblock 比起一般比較大大 因為我們有組裝模型 是更小一點的 變成它的磚數夠多 表達的眼睛或其他細節 可以更多一點 就變成眼睛就更高了 你研究的時候有什麼評論 這個是David負責的 你David可以介紹一下 其實這裏有七隻 其實我自己負責了半隻 那是誰幫你做的 因為我家裡有些 有什麼宣布 有些反抖至多星 因為暑假 我家裡有些小朋友 兩個很橫皮的小朋友 你有兩個很橫皮的小朋友 我認識有兩個很橫皮的小朋友 一個是二年級 一個是幼稚園 恭喜 幼稚園 幼稚園組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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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認真嗎 他第一至第十步 他不認識 他之後有些是他負責的 很少 其實是挺適合給小朋友玩的 因為他是一個立體的職目 要他由一張紙去聯想一個立體的圖像 去砌出來 可以啟發到一些東西 所以在第一、二隻 我會從旁去傑作他 從第一個步驟開始教他 如何去找那些 電影 然後到第三隻 他們已經可以自己弄 所以他們每隻 三個小時內 慢慢組裝 全部都是他們組裝 很厲害 其實Nano Blocks 這個系列 都有一些難易度寫了 這一個是幾顆星? 有寫的 有,在盒子裡有寫的 因為我沒有盒子 OK 我想都是二、三顆 你看到它的步驟 一定不是逐個介紹 一層或兩層 同時間被大家疑回 所以你要有少少 砌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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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沒有 但你砌模型 可以的 我又分享少少砌Dano Blocks 那些感覺 始終是第一次接觸 最重要是 第一步 你本身要在沒有 那些桿和桿之間沒有接觸的情況之下 先組裝一個底板 然後你把所有東西在地基上建築 你那個步驟一處理好 你之後整件事便順很多 因為你要在一張紙 然後再自己去想立體的感覺 因為有時你只要是砌前或是後 那件事便會沒有 你可以拆的 不過我托賴是沒有 沒有拆過東西 是可以的 因為那兩個小朋友 最初就是不明白這件事 立體的概念 所以真的要砌幾次才知道 好 看完這個主角便看看 平咀伊之狀 沒錯 還有這個 雷之呼吸 雷之呼吸 善逸 善逸 對 突然間不記得名字 厲害 大家突然都不記得名字 很正常 我反而覺得善逸很可愛 處理得 有一點橙色的頭髮 這個是特別象徵 是的 還有想說一點 他本身這七個角色鬼滅 因為真的那個件數比較多 咦 八件 所以變成他看上去 是他們本身主體的特徵 可以完全表達出來 但是本身接下來 其實我們將來也會介紹 我的英雄學員 他的尺寸 我想真的小 三分一左右 他的件數也少很多 反而真的要猜 究竟那個角色是甚麼人 所以這一個系列 反而鬼滅出得很好 好 不要緊 我們繼續 看看這支座的筆劍 他也做回這個顏色 還有狗牙 還有狗牙 非常可愛 Next 好 接著大哥 沒有書 誰啊 沒有書大哥 大哥 三個處理了 是的 我也是處理 鹽柱 蝴蝶 蝴蝶忍 庫江義勇 庫江義勇 厲害 終於找到了 雷之呼吸 應該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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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了 看不看見的 先繼續說 對了 看見本身 其實 你可以用 一岩一蠶來形容 因為它本身的髮型 蝴蝶結 它都用了很細緻 最細的一格的方法 去表達出來 而一些很細緻的顏色 譬如蝴蝶結 那些綠色 都可以用一些件 去做表達 另外它最突出的 那把工具 看到那些倒勾 是的 都是完全在現 可以收了貨金 當然大家可以 稍後我們會再彈出來 再開貨金 是的 好 好 但是很有趣 蝴蝶蝶結腳 是有少少巧 有些女性的體態 好厲害 他特地這樣 一前一後 好 大哥 大哥延處 哇 你看到那些頭髮 眼眉才正 大哥 粗眉 那把劍 是透明紅的 剛才我們有少少少 拌亂了那把劍 現在稍後再展示給大家看 那把劍 但是它 拌完之後 有一個問題 就是它的頭 會很容易脫 哦 因為它 只有幾顆 頂著 所以有時候 就會 拌完之後 就會有這樣的狀態 就脫了出來 我想其實拌Lego 或者拌Nanoblox 最重要就是 拌那個感覺 還有你 接著就放在色軌上 你基本上都不會再夠薑 怎麼再攪拌它 其實應不應該下膠水 你其實問得對 如果你不再打算拆 是絕對可以下膠水 還有這隻 剛才還有這隻 沒有錯 水柱 就是二用了 就是我最喜歡鬼滅的角色 為什麼 我覺得它特別型 尤其是 舊主角的時候 還有絕招 叫什麼 風平浪靜 對 風平浪靜 我記了 還有它是鴛鴦兩邊的衣服 都是它的色列出來 所以看到它的 Nanoblox 細小粒的件 可以將它的衣服 和它的表情 表達出來 這是真心正的 而炭治郎 剛才那把劍 應該是黑色的 因為它放在日輪都是黑色的 是 另外每一盒 當你砌完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的 新劍 有很多 其實有很多 可以的 我想說 其實每一粒都會給你一粒 不止一粒 每一款 是 這幾好 每一個形狀 每一個顏色 都會預計你跌一粒 至少會兩粒 只會跌一粒 只會跌一粒 只會每次 只剩下一些散件 你可以砌自己想砌的東西 對 這是後話 這幾錢一隻 這些 如果用的 好像都是 八來二百元左右 好 今次我們介紹的是 鬼滅之人 接下來有很多IP 好像有 鵝鷹 食鬼 是 鹹蛋超人 和鐵甲文涵都有 厲害 我要砌這個 鹹蛋超人 或者不硬是 魔龍 好 好 期待Walker 整體 分享 好 今集就先玩 今集見 我們很Smooth 好 先把這個人 好 拜拜 好了 終於可以交場 給